诶,这个绿绿的会动诶 好像是一只虫虫哦 它是要去找上面那只好朋友吗 还偷偷撞了人家一下 这个一号小朋友真的很调皮哦 那么往上一点 诶,我的妈,上面也有一只诶 看它那么大只 姑且,嗯,先叫它三号隔好了 天哪,这到底是有几只呢 我们从上面再转过去看一下哦 哦,中间的枝盖那边也有一只诶 有没有看到 这样算一算,已经有四只了哦 不过它们真的是隐藏得很好 这个颜色啊,几乎是跟树叶分不出来 害我啊,这个拍着拍着 很怕会不小心就碰到虫虫了哦 诶,你看是不是那边也有一只呢 哦,真的是有诶 躲得有够隐秘啊 让我根本以为它其实是叶子嘛 还有还有,你看这边好像也有一只哦 诶,可是这个颜色是灰灰的 体型看起来明显是比较小一点 诶,不过来看看这边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你看那个一号小朋友很好动哦 还继续往上爬 爬到人家三号隔的地盘啦 还直接从人家的下面这样爬过去呢 诶,你这样是真的很不礼貌哦 清门踏户一路往上爬 然后呢,还回头去撞了人家好几下 但是啊,你看那个三号隔 一点也不生气,完全不为所动 只能够佩服这个三号隔 修行的功夫是真的很高哦 诶,等等等等 我是不是误会了 哎呀,原来人家不动如山 搞半天是因为他正在忙啦 因为他正在忙啦 忙着要嗯嗯啦 你看你看,这个满地上那一粒粒黑黑的 就是他嗯嗯的封锁成果啦 害我一边拍 还要小心不能去踩到他们的便便呢 话说小金的这棵柳丁树啊 就被虫虫六兄弟吃的变成这样咯 叶子几乎被啃光光了 柳丁树都快要不行了 到底这六兄弟是什么身份呢 登登登登 小金去查了比对一下 这六兄弟啊,应该是五尾奉蝶的虫虫哦 而且呢,那个看起来很像鸟粪颜色的 灰灰的那一只有没有 比较小的那个是幼虫啦 他呢,要经过脱皮以后 才会变成有绿绿的漂亮身体哦 其实呢,我觉得五尾奉蝶的宝宝们 长得很可爱 只是呢,你就这样把我的柳丁树给啃光了 欸,啊呢甘好啊 你看看啊,人家之前是长这样哦 而且还有长柳丁耶 但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那么到底是要把柳丁树留给虫虫呢 还是应该要把虫虫给赶走才好呢 好啦,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当然也要记得按个订阅哦 这样才不会错过小金的最新影片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啦